今天来讲一部女孩因为毒品变身成超人的故事 咱们的主角小美是个比较逆反的女孩 小美有一个中年大叔朋友 这一天中年大叔请小美帮忙送一批货 可是小美推脱自己忙拒绝了 然而中年大叔竟然直接把箱子和手铐 一块靠在小美手腕上 让小美根本挣托不开 迫于无奈小美只好答应送货 本来小美以为只是普通的货物 谁知道接货人竟然是好几个标情大汉 很明显是混社会的 这让小美十分惊恐 可是想反悔也来不及了 被这几个社会人士带到一个房间 见到了他们的老大卷毛老王 老王因为不信任小美 怀疑箱子里是炸弹 就要求小美自己打开箱子 他们却躲得远远的 小美精心胆战地打开了箱子 发现里面竟然是几包蓝色的毒品 老王检查了一下质量 表示很满意 可是这批货还要运出去 一事不凡二主 老王还是要利用小美 竟然把毒品缝在了小美的体内 让她把毒品运输出去 可是这次送货并不顺心 小美碰到了黑吃黑 对方老大闻声歌 不仅想要货 连小美的人也想要 在小美反抗之下 闻声歌恼羞成怒 对着小美一阵拳打脚踢 把藏在小美肚子里的毒品 踢碎了 毒品的流露 让小美全身细胞开始变异 细胞活跃度达到了20% 拥有了强大的力量 引用闻声歌的手下进来 直接把她干掉 逃了出去 小美有了超能力 自然不会放过老王 但枪匹马地带枪杀了进去 利用超能力 得知了老王运输毒品的线路 同时用电话通知警方 准备跟警方合作 毁灭这些害人的毒品 可是在这个过程中 小美细胞活跃度 已经达到了40% 同时小美感觉到 自己的身体正在融化 只能急忙冲进卫生间 服用更多的毒品 才让自己恢复原状 警察得知情况 出动了大量的人 去抓捕小美 但是在拥有超能力的 小美面前不堪一击 最后小美跟领头的警察 小李说 可以帮助警察 破获更多的毒品 这时候小美的能力 已经很强了 可以随时接受电话信息 得到别人不知道的秘密 很轻易地找到了 老王的另一个基地 小美带着小李前去 正好把老王的手下堵住了 又抢走了三大包的毒品 这时候小美的细胞活跃度 已经达到了60% 她带着毒品 去找到科学家白毛大叔 希望可以解决掉 自己身体的变异 在给白毛大叔 展示自己身体的异常的时候 老王不甘心自己的产业被毁掉 找上门来了 听到外面传来的枪声 小美果断地要求白毛大叔 把毒品都注射在自己体内 随着注射的毒品越来越多 小美体内细胞的活跃度也越来越高 能力也越来越强大 都可以控制时间 拥有了顺移能力 一眨眼就可以穿越半个国家 达到世界各地 甚至能控制时间 让所有的人暂停 或者让时间倒退和前进 这已经属于神的能力了 这时候老王经过千辛万苦的战斗 终于杀进来了 正要准备杀掉小美报仇 小美突然消失了 她已经细胞活跃度达到了100% 获得了永生的能力 影片就此结束 这简直就是人造神仙 不知道现在科学能不能达到 有想法的同学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喜欢的请点一下关注 或者转发一下 感谢你们 我们下期见